治疗这个双下巴的时候 我们选择这个手柄 我们治疗的一个方法是 将手柄放在我们下颌的一个部位 我们一般测量脂肪厚度的话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脂肪钳 将它的脂肪这样去捏起来 就这样去捏起来 完了之后的话 在脂肪钳上会显示它的一个脂肪厚度 然后去调节它的一个治疗参数 在我们操作之前的话 我们要先敷一个冰膜 平铺于我们腹部 敷冰膜的时候要将冰膜下的气泡 全部驱赶干净 不能有气泡 调节我们的治疗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腹压 然后我们的治疗 我们的手柄平放于我们的治疗部位 在治疗腹部的时候 我们要避开我们肚脂的一个部位 放平稳之后我们先开负压 大概停留10到15秒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部位治疗的一个时间是40分钟 我们治疗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要先关我们的治疗 然后再关负压 手轻放于我们的腹部 松开我们的皮肤 然后取下冰膜 在我们的治疗区域进行按摩8到10分钟 促进它的一个血液循环 清洁干净皮肤 好 我们操作结束 治疗之后的话 主妇患者多饮水 注意清淡饮食加强运动 我们的治疗